甚至因為還有人看到他們就是 因為沒有口罩 他身上可能有一點點錢 要去便利商店買東西吃 買麵包買水 然後就去垃圾桶撿口罩 那這是不是更危險的一件事 這樣反而更危險 對 因為人家用過口罩 反而也是在加速傳遞這樣 對 所以發送這樣子的防疫物質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然後用透過食物 避免他們移動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講台灣 睡台灣 台灣的故事是講不到睡不清 大家好 我是同愛講到的安導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在5月13日 確實了台北市萬華地區 藍衣個案以及娛樂場所 這幾個關鍵字 瞬間成為縱使之地 而隨著本土確診的個案數字不斷飆升 全台灣的防疫也正式進入到第三級境界 不過當大家還在強物資 獵巫 踏拔個案 口水戰的時候 其實有一群人正在默默的超前部署 安導也透過了社群網站 以及好友們的群組 默默地觀察幾日之後 發現這些人不但沒有埋怨 也沒有任何負面的情緒 反而非常積極地在思考 要如何防堵疫情的擴散 雖然在疫情期間 我沒辦法帶大家直接到現場 來瞭解 但是我可以透過電話連線 帶大家來認識這一位 在萬華在地的好朋友 嗨 大家好 我現在是在那個重災區的兩本 重災區 你們蠻會調侃自己的 重災區 你那已經算是一級戰區了吧 對啊 外面不是都這樣說嗎 對啊 大家的足跡都有來到我的故鄉 好啦 我們今天要來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從上個禮拜開始 然後就是我們的好朋友 這個做工的人的作者林立欽 他就開始透過Facebook 還有我們的群組 他就在講了一些你們的超前部署 對 應該是說比官府還超前 民間本來就會走在比官府還前面 好像很正常 就是我看到的是說 你們有在那個 你有開始去找一些物資 然後進來對不對 你去哪邊找這些東西 因為所有的賣場都已經開始在 限制大家購買的數量了 那你怎麼去搶這些物資 然後為什麼要準備這些東西呢 應該是說那時候在公佈三級的時候 我那一天就覺得這個情況不對 然後這時候就是會 當然就是政府團體 當然會需要湧入很大量的物資 不然那些弱勢要怎麼辦 那我們知道說政府他們要去 調配這些物資是要花時間的 在社民間一定要先做 那我當下第一時間就先打電話給社工說他們的需求 那他們跟我講說還在列需求清單嘛 但是最缺的一定會是什麼 那你就要看我們現在要幫助的對象大概是哪一類的人 那我這一次會我這一次選擇是 關於針對街友的服務的NPO 那為什麼會選擇這些單位 是因為我知道大家都很討厭街友嘛 可是一定要有人去做第一線的服務 那這中間這些的物資可以避免他們移動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點 然後第二樣是 我們在發給基本上的物資的時候 同時會分配酒精 或是一定要有的口罩 那越多人戴口罩 避免破口越大 那這就是一個 我在處於萬華一個重災區 我們想要努力把這個 這個破口不要再繼續的蔓延的一個想法 那當然我的物資是從哪裡來 因為其實一開始我並不知道說 外面已經有限購力了 是因為我一群朋友像林立青他們就告訴我說有這件事情 然後剛好有朋友拿了一些錢 然後請我代購 我就忽然想到我以前開過工地福利社 有一個地點 就是大家那種無論是雜貨地點 工地福利社很愛去批貨的地方 就叫 那個地方叫掛航 就是其實就是盤商啦 那我就打了盤商的電話 因為我除了以前看過工地福利社 包含我現在會參與老金 我們要叫飲料 一定都是也是跟掛航叫嘛 那這一次我們跟掛航 討論了這件事情說 這些物資是要給弱勢的 然後掛航惡化不說 所有東西都算便宜 而且還加碼自己也送物資 所以這一次其實還蠻感動的 那就是第一時間是靠自己 自己的一些錢 還有朋友 贊助的一些錢 然後先 至少解決那時候的藍莓之急 然後讓社工可以馬上去做 第一線的服務這樣子 那這樣剛聽起來 你們就其實已經超前了很多了 但是我想好奇的是說 萬華原本在照顧這些街友的社工 發生了什麼事情 怎麼會讓你們去進行這件事 照顧街友的社工 其實一開始沒有是什麼事情 但是後來我們就知道說 萬華社補中心就是 有社工難易 所以整棟關閉 那我們知道有很多物資在裡面出不來了 所以那些東西沒辦法出來給街友就對了這樣 不只是給街友的 萬華社補中心 他的服務對象不只是街友 所以我們知道說 完蛋了這件事情變大條了 那很多物資拿不到怎麼辦 反而是這個前線 反而是這個前線出現的破口這樣 對是物資出現的破口 包含因為像防護的配備好了 大部分的資源都會給予 但是其實服務皆有的社工在第一線 在第一線其實也是很危險的 但是比較少被想到 但本來萬華社補中心可能有一些 那現在也拿不到怎麼辦 我們總不能讓他們光流流的去發吧 等一下馬上就攔議了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除了在木物資之外 包含社工的安全的防護這一件事情 也是我們很重要 就算買不到都要去想辦法 所以你們就是另辟途徑就對了 包含那個什麼防護 大家只會想到防護衣對不對 但其實還有防護頭套 護目鏡 然後鞋套 手套 然後 N95口罩 如果你是要做一個正確的防護 其實要包很多層 但是因為很多東西現在是 根本就是你有錢也買不到的 然後就要透過很多種途徑 各種大神 大家去拜託這樣子 原來是這樣 所以你們就等於說完全取代了 暫時站在了社福中心的工作 然後來幫助他們就對了這樣 應該也不是說站在社福中心 我們沒那麼偉大啦 因為我們其實只是 幫幾個NPO、NGO在募東西 大概四個單位左右 那多我們的能量其實也沒那麼強 因為我們也不是什麼 赫亞人也沒有認識一些大企業嘛 就是盡力啦 盡力啦 那我剛剛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呢 因為你們把這一次的這個重點 擺在街友 而且街友其實一般大家不太會去注重 那為什麼你們特別注重 要從街友這個地方去防堵這個破口呢 因為就是他們是最不會被 喜歡的一群人啊 比方說我好了 我那種什麼你在講高貢 你再重講一次你說譬如說什麼 大家一定也會捐 對不對 等一下剛剛斷掉了再重新說一下 那要這麼偷彈我為什麼要捐給他們 大家的想法都是這樣嘛 所以我會選擇這個是沒有人要捐 而且捐了可能還會被在地居民罵 吃力不討好的一件事啊 所以很少人願意做 但是因為第一線的社工如果沒有後面有人去支持他的話 包含他身上的防護包含要支撐他除了一些物資 比方口罩酒精發送 你如果裡面沒有一些可以基本溫飽的東西 你覺得那些人會跟你在那邊乖乖戴口罩 乖乖不亂跑嗎 應該說他們都是在外面流浪的吧 那所以你的最好做法就是呢 透過分送食物給他們 同時也把這些防疫的物資交給他們手上的時候 然後去帶動他們自己先保護起來 那這樣他們就不會移動了嘛 那不移動就不會產生這個防疫的破口就對了 是這個概念吧 對 就是減少破口我也不能 我也不能保證說就不會產生破口 但是至少 至少可以減少 因為如果今天我這個如果我待在猛獎公園 我沒東西吃的話 我可能就會往 那個台北車站移動 那我在這一段的路上 我會碰到多少人 那如果整群的街友在路上移動你覺得現在應該是說 也不要去講街友好了 所有的人都是盡量不要移動 因為只要移動就很容易把那個病毒給事處事散嘛 所以對所有的人做法都是一樣 包含現在那種弱子家庭也是一樣啊 你沒有東西吃你還是要得去外面嘛 那如果社工就是把這些物資都發送給你 大家就可以安心的在家裡做好防疫 其實所有的人都一樣現在沒有誰比較高級誰比較低級啊 對不對 那個獅子王獅子王那麼有錢他還不是就懶疑的 也是啦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這的確是提供大家一個不一樣的觀點 因為大家都在 應該說 所有的人都不要到處亂跑 但卻沒有人去顧慮到這一群在街上 本來就生存在這裡的人 那讓他們呢 就是因為他們需要到處找尋食物 或者是呢 到處去移動 去可能找一些物資的時候 其實就在擴散 這樣的一個流動率對不對 對 甚至因為他有人看到他們就是 因為沒有口罩 他身上可能有一點點錢 要去便利商店買 買東西吃 買麵包 買水 然後就去垃圾桶撿口罩 那這是不是更危險的一件事 這樣反而更危險 對 因為如果人家用過口罩 反而也是在加速傳遞這樣 對 所以 發送這樣子的 防疫物資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然後用 透過食物 避免他們移動 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這樣子